REIN TV 大家好,我是今天關頭吧,我是REIN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這台筆電呢,是我目前常用的筆電 那其實啊,我這一台筆電啊 因為我是考慮要不要維修 因為我之前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是在這邊,會有一次啊 放在包包裡面,然後不小心疊了下去 然後就剛好撞到這個脆弱的邊角嘛 它造成的還蠻多影響 就是,像這個 筆電的A面也有稍微有點受損 然後B面的話呢 B面跟C面這邊 也有一點結合,沒有那麼順 就像我看旁邊這樣子 它比較不會那麼順啊,有時候你在翻的時候呢 比較不好翻 那因為這台筆電呢,大概我買了兩年左右了 那我原本想說 就乾脆就不要修了 然後就用到它壞掉為止 然後 就想說乾脆就直接換一台新筆電 因為這台筆電 可是後來看啊 這幾年出的筆電啊 要做這麼輕薄的筆電啊 說真的也不多啦 而且 這台功能呢,其實我用起來都已經蠻順暢 蠻好用的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就考慮了一下 還是想要把它送去那個 原廠那邊,給他們維修報價看看 那我記得沒有說的話呢 網路上查到的價格呢 是報價是報價五千啊 那 等一下呢,我也會去他們的維修中心 然後去他們的實際報價 到時候再拍個影片給大家做分享 然後呢,這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們整機的維修中心 然後我根據地址啊 這樣查到是 它是位於 這邊是台北車站 那我 自從M3出口出來之後呢 往旁邊的 天神飯店這邊走過去 那時候我後來發現另外一個更快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介紹一下 從這邊走過來之後呢 然後就一直往前走 要過天神飯店 過了天神飯店之後呢 轉過來這邊看到一個隔壁洞 它在天神飯店隔壁洞 然後這邊有一家咖啡廳 然後旁邊有一個M7出口 其實從M7過來會比較快喔 然後它是在咖啡廳旁邊的入口那邊而已 然後進去呢,就可以看到斬機的招牌 然後從這邊有大樓管理室 然後到旁邊的電梯上三樓維修中心 那我當天到的時候呢 剛好是他們中午休息時間 所以我稍微等了一下 然後他們現場啊 只有提供搜尋的服務 沒有提供現場維修 那我就把機器留在這邊 給他們做維修 然後呢,隔了幾天之後呢 已經維修完成了 那我從這次從這個M7出口 最近大家是從M7出來 我出來比較快 因為M7出來之後呢 就直接到了 它就在這個東北大扁的隔壁 入口在這邊而已 那一樣從這邊走上去 就可以到維修中心喔 OK,這就是我拿回來維修好的筆電 跟換一個 這是舊的 它結果拆下來之後呢 這個給我帶回來 然後上面有維修單號在這裡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鍵盤上面啊 斷的是這一個地方 換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斷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有時候 用久了之後呢 因為一開始 它是不影響我的操作啦 可是 因為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螺絲鎖在那邊 然後應該 可能這邊接點斷掉了 所以螺絲就有點鬆動 所以用久了之後反而有點卡卡的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就把它換掉 然後 它內部是長這樣子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我這次只有換這一個 這一面而已 沒有換到背面 因為它跟我說 它拆下來的時候 它說它看一下背面是沒有受損的 所以背面就不需要更換 那我更換這一面的價錢呢 是三千三百塊 含工資這樣子 然後呢 它把我用一個簡單的保護墊子 然後這個鍵板也是完全新的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拆掉 然後感覺呢 就OK 沒什麼問題 然後 但是它有個問題啊 它是跟我說 原本是問我說這個 要不要去做更換 這一個 這一個小邊角啊 要不要去做更換 因為它說 它有告訴我們 它是 可是它跟我說啊 因為這一塊 因為這台電腦呢 是包型的電腦 所以它的 上蓋這邊呢 跟螢幕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如果要換這個 就必須連螢幕都換 那螢幕都換的話 報價就會貴很多了 因為它說 呃 報價的話 但是螢幕就要七千多塊了 那七千多塊 加上下面三千多塊 就等於 我換一次 我就一萬多塊 我是覺得有點貴 而且 這個東西呢 是完全不會影響它 任何的使用的 而且 我覺得 這個背面價 稍微傷到了而已 比較不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螢幕的話呢 我就沒有做更換 更換完成的密度呢 還不錯 就跟新的差不多 因為我之前啊 摔到的時候這邊 呃 可能是因為它 有點歪掉吧 所以它比較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的 顯實啊 啊 現在目前看起來 都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OK 我剛好已經開螢幕了 然後 就先把它整個拿下來 把這一個保護的拿下來 然後 把這個模式掉 感覺呢 就像新的電腦一樣 因為這盤 鍵盤裡面 整個都換新的了 感覺還不錯 花三千多塊 就得到一個新的鍵盤 哈哈 OK 那以上這個簡單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跟我一樣有摔到的話呢 建議大家可以送去跟它報價 然後報價的話 它會依照你實際的情況去做估價 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這台Gram的筆電啊 一個簡單的 維修經驗的分享 希望可以給大家 如果跟我一樣 有不小心摔到這個筆電的話呢 想要更換的人去做一個參考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